什么样的设备能够替代传统打装方式高效安全的完成装机作业呢 王志文带领男车北京时代研发团队研发悬挖钻机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超级悬挖钻 我爱发明超级悬挖钻机 这是重庆的一个建筑工历 工人们在用传统的人工打装方式进行装机作业 由于地质条件的限制 以及施工设备的简陋 施工进度非常的缓慢 他们的工期一拖再拖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远处开来了一个大型机器 这台庞然大物是用来做什么的 能解决工人眼前的问题吗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陆博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科学顾问 是大家非常熟悉并喜爱的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 彭老师您好 彭老师刚才我们看过片子 片子的最后出现了一个大型的机器 那么这个机器的模型 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演播室里出现了 您了解这个机器是什么吗 这个台机器就是悬挖钻机 没错 我们知道你盖房盖一些建筑 不是从地面往起盖 它必须要打桩 打桩对 我们要在地上挖上竖井 把钢筋水泥住在里边 建筑实际上是在这个桩之上的 这样才能够稳定 那么怎么能够在地上开出这样的竖井来 就需要这个悬挖钻机 它可以很容易的很方便的就在地上打出我们需要的直径 需要深度的这样的竖井 那么打桩作为建筑行业的基础 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 那么这个悬挖钻机究竟会给这个建筑行业的基础工作 带来怎样的一个益处呢 我们一起来调解一下 建筑装机作业被称为打桩 是建筑施工中最基础的一项工作 就是在地面垂直挖出一定深度和孔径的竖井后 将建筑材料灌注进去 用来承载与支撑上面的建筑物 传统的打桩方式 一般是打桩人员借助铁锹 手持小型钻机等简陋工具 挖掘泥土和砂石 这种打桩方式速度慢 作业空间存在安全隐患 一旦出现事故 容易造成人身伤害 但是由于施工条件的限制 以及特殊施工设计的要求 人工打桩方式仍然存在 这位老伯从事人工打桩作业 已经四十多年了 他向我们的记者讲述一次 人工打桩预险的经历 那个绝业就掉了 刚是断了 一个斩了两个 一个斩了手 一个斩了胸 还要中吗 中 记者想亲身体验 人工打桩 于是向工地的安全员 提出下井作业 等一下 小个人挑走 在记者的再三请求下 工地负责人 出于安全的考虑 同意让记者 下一个很浅的作业警钟 但是一败 还是发生了 怎么我自己先 我自己先 你这个踢了我一下 他这样啊 我们的记者只是蹭破了一点皮 没有档案 只以继续体验 在记者手中的手持算机 总是不那么听话 不是被岩石加重算头 就是打偏算孔 经过记者的亲身体验 人工打桩 还真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啊 用什么样的设备 替代这些传统打桩方式 高效安全环保的 完成装机作业呢 发明人 黄志文等 南车北京时代研发团队 发明项目 超大吨位悬挖钻 2001年 国家投资建设青藏铁路 该地区地质情况十分复杂 装基础工程施工中 国内首次使用国外悬挖钻机 虽然施工效率很高 但是设备价格高 维修周期长 为了改变依赖进口钻机施工的状况 南车北京时代的黄志文总工程师 带领他的研发团队 开始研发设计制造悬挖钻机 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 终于研发出第一代悬挖钻机 记者得知了这个消息后 来到了黄志文所在的研发基地 悬挖钻机主要分为悬挖部分和驱动部分 驾驶员在驾驶室中操作驱动部分 使学挖钻机实现前后左右移动和车体行进 学挖部分使驾驶员在驾驶室里操作机器 将发动机带动卷扬机 卷动钢丝绳提升和下方钻杆 动力装置动力头驱动钻杆深入地层 钻头旋转将泥土岩石等提取到地面 从而打出一定深度和孔径的装孔 完成打装作业 黄总工 这就是咱们生产的第一代的那个雪挖钻220是吧 对 这款钻机站最大的直径能打两米 深度能打到65米的直径 施工效率非常快 就是平均上在土层上每小时大概十米左右 那我们能看看它实际打装的那个效果吗 好吧 就不适合的眼睛 机手操作钻机 钻头开始旋转 记者迫切地等待这个大家伙 施展出超强的功能 这个球 有没住吗 哎 打鸡鸡了 他这一脚能打出多少头来啊 一般我们说的就是近似大概0.5米吧 是不是该出土了 对 那咱把它反转 把托门关闭 然后它走土 可以了 到吗 咱们看看这一下能打多少 打0.5米吧 一般是 对 因为它这个旁边比较软 因为塌了就行 可以让它再砸几斗 就能看得起 哦 那我们再打几刀 对 再看看 好 现在打了多少米了 那反正前是这样 前是1.72米 为了验证第一代悬挖算机的性能 记者想找一个传统打装方式的工地检验一下 在河北的某个桥梁施工工地上 赵先生正带领他的工程队进行传统人工打装作业 他曾经参加过铁道工程兵 会议后专门挑选年轻的棒脚伙 组成人工打装施工队 他们发扬冰贵神速的传统 打装速度快 有经验丰富 这边我们的测试找到了好对手 没过多久 记者与黄总工就带着他刚研发的第一代算机 来到了赵先生的工地 赵先生你看您在这挖了吗 我给您盖了一个大机器 这位是 这是生产机器的黄总工程师他设计的 你好你好 谢谢 全国专辑好教育 没见过 没见过吧 对 全国没见过 具体怎么使用 它有什么数据 它有什么能量 都让黄总工程师给您介绍一下 好吧 看到开来了一个庞然大物 赵队长的工人们纷纷围拢过来 都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机器 没见过 你没见过 你敢不敢跟他比试一下 他在那边打转 你在那边挖 有点悬吧 那你说呢 可以吧 人多力量大 我们这么多人了 你觉得这个转机赢还是你赢 我们赢 真的假的 真的 那行 那咱们准备开始吧 好 您觉得 我觉得如果说从单捆转捆的时候 机器肯定快 赶紧是能快多少倍 可以比一比了 可以比一比吧 我站在您这边 黄总工 您这边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赵先生您这边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我来看着表 发令 咱们以半个小时为时间 准备开始 好吧 好 来 开始 比赛开始了 机器队的黄总工似乎胸有成竹 镇定的指挥机手操作 人工队的赵先生 拿出军人的作风 把自己队伍交到了一起 大家集一掌骨架 这个钻机钻 为什么还有一圈 这叫什么东西 这个 它糊桶 对 这边要缩 糊桶 保着糊桶 它来踏下去 为了比赛公正 记者要求 机器挖出的深度 要从糊桶最低处算起 黄总工 同意了 过来看看他们吧 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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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比 有个比 可以 这变晚了 有下个这一队了 机器队的黄总工 要求人工队缴卸认输 人工队赵先生 开始采用了激将法 鼓励队友了 我今天输给钻机的话 可能以后我可能会买钻机了 听到赵先生要买悬挖钻 整个队伍都加快了速度 小伙子们希望赢得比赛 保住自己的饭碗 现在时间已经 我看看啊 十来分钟了吧 十分钟了 咱们量量看看挖了有多少好不好 行行行 这表面挖了四十五哈 我来看看这边 怎么样啊 两边量量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啊 这边十多啊 四十这边四十五 那边五十 那边五十是吧 我们转去打了几米了 咱们过去 咱们打了五十 十分钟了 打几米了 打了五米五 这显示五米五是吧 对对 量一下好不好 好的 你把这个做脚皮上来 好 好 确实很深了 对有五米五的 有的 五米六左右 对方说 我们那边现在也是五十来公分 也就是十来倍吧 黄龙我们先和赵先生再到那边看看 给他们加油去 好吧 手持简陋工具的人工队与如此现代化的机器进行抗衡 似乎没有什么可比性 但是我们的记者在眼前这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感照下 希望这样的人机对抗 奇迹能够发生 人工队的效率提高了不少 机器队黄总工那边 机器怎么好像停了呢 难道出什么问题了吗 你看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啊已经二十多分钟了 挖的挺快的啊 对有时候就看地址抢它 是吧 这里八十 八十是吧 对这个八十 那个一米三 是吧 就那边土质好像好点啊 都是土 这边好像石头比较多 均素拉 这样的 咱们看看他们那边去 他们那边好像没动进来 行 回去看看 黄总工 您这边干嘛呢 怎么我看不动了 都下来了人 这个 那个倒里头有点问题 啊 你怎么下来了 我看这机器都停了 好 我们这个倒里头好像有点问题 正跟我们那个黄总工师说 正在研究了 你知道 是吧 嗯 现在是可能怀疑 这个解释机啊 或者马达是有一些问题 现在在 可能在飞行 来 黄总工再问问 咱们赵先生 赵先生您看 这个 他们黄总工这机器不能动了 您这个 您怎么高兴了 机器不能动 这个 那什么 咱们应该说是 咱们是赢了呗 是吧 因为没 没大时间吧 我们这个设备坏了 不能进行比赛了 就是 他们肯定是胜利了 但是咱们 但是还是可以去量一量 打多声 行 咱们先量量再说吧 好吧 9米 8米5 8米5左右呗 8米5 嗯 这9米嘛 8米5停了 是吧 嗯 25分钟时间过去了 我们 呃 钻机这方 现在已经停滞了 不能 出了一点小故障 不能打了 呃 人工挖这边 现在呃 挖的不错 所以呢 我在这里宣布 呃 人工挖这次比赛 胜利 好 好 机器出了故障 只好退出了比赛 黄总工回到研发基地后 立刻组织了研发团队 研究解决方案 排除了故障 第一代钻机得到了用户的认可 研发团队还不满足 结合赵先生提出的钻机入研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入研究是钻机遇到研时也能顺利打出桩来 经过不断的研发设计 针对钻机结构 液压 电气 三方面性能进行提升和改进 第二代悬挖钻终于制造出来了 记者再次来到这里 见到了升级后的悬挖钻机 这是我们升级后的悬挖钻 对 它有什么特点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有什么功能 这个悬挖钻就是TR280 能打2米5的 深度是85米 具体特点就是请我们的研发团队 理工去介绍 最主要是入研 它就是根据市场需求来的 它主要入研 入研它能打多硬的岩石 一般是发钢研的 我们这里都能打得了 刚老师经过不断的努力研发 第二代的熊挖钻机问世了 我们知道第二代的熊挖钻机 是在岩石层面上入研打桩 是吧 对 因为第一代 它主要是对土质层的打孔用的 在这我做了一个第一代的这种钻头 把它装在一把手钻的前头 如果是把它放在这个土里头 我们让它转起来 这个土就可以深入到 土的最下方 深入到这里头 那么第二代它是打岩石的 所以它要先破岩 我在这个管子前边 这装了一些尖锐的东西 但是它上头没有盖 这个是跟打土的钻头有差别的 现在我装上打岩的钻头 那么它转起来以后 前边的刀就会旋转起来 这个刀就可以把岩石给打碎了 对 如果我要是用这块橡皮泥来代替岩石的话 这样就会在岩石上把岩石打碎 拿到地面上 我们通过旋转或者敲击 让岩石从桶中掉出 所以我们看这个打岩石跟打土 它两个钻头是不一样的 这主要是土跟岩石它各自的性能不同造成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第二代的熊瓦钻机 它的入岩能力究竟有多强呢 我们继续往下调解 既然我们刚才介绍了它有入岩的功能也比较强 我们能不能找几种材料来测试一下它的这些功能 我们测试包括试验这块 由我们那个洋发团队上面有个人工具体的负责 那您带着我们去真正的测试一下 让它展示一下我们超前功能 我们也看一看 真的是不是能打岩石 没问题 现在我们准备了几样东西 先打个试试 第一呢 完了我们准备这个砖 这能打洞吗 能打洞 第二呢 我们准备就像这样的水泥的石头 挺大的 能打洞吗 能打洞 好 那咱们一会打个试试 好 看这东西已经丢到这里了 我们打一试试 好 行吗 这个 打得弄吗 打得弄 一会儿都能碾碎了 碾碎了 咱们上来看看是不是碎 你看这个 已经能打成这么小的了 说明咱们这个威力还可以 那么大块砖 你看有大有小都还行 是不是 那咱们这个 打这个可以 咱们打个硬水泥试试 好 冲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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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咱们看看这块石头 虽然碎的不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但是能明显的看出来这个凹槽 就切的 刚才我们打的这个碎的水泥 能打那个打石板的那种什么石板呢 那个 能吗 那个真不好说 打打试试吧 打试试 现在有人工 我们现在准备了两块 这么厚的 两块板的40公分 你觉得咱那个 能给打透吗 打透什么打透 就在这不知道会不会跟它转起来 试试吧 它转了它不行 成磨盘了 一会儿这个工具要比达一点 我们刚才看 它还是挺有力度的 是吧 是 你看这块都槽什么的 你看打的都挺深的了 只不过它为什么要给它打洞呢 因为它是没有固定的地方 另外刚下过雨 它地面比较滑 第二代算机的入研能力 可以从机器的 一个叫做动力头的动力来源装置体现 为了直观测试 动力头的扭曲力量有多么强大 记者请研发团队的人国业工程师 特别设计了一个测试盒子 用坚硬牢固的铁皮焊接而成 安装在了玄八钻的动力头上 我们准备了不同质地的物品 有非常易碎的鸡蛋 锅里制品等 也有比较坚硬的砖头等 通过动力头 使用不同强度的扭动力 对这些物品造成的不损程度 由此测试 动力装置的 做完延时的能力 我们准备了一些水果 蔬菜还有一些用品 又焊了两个盒子 我们想直观地测试一下 看看它有什么样的结果 把它放到盒子里 好不好 咱们先放什么 先放鸡蛋和鸡 一碎的 我们先把一碎的给放一面 好 还得把箱子弄成是吧 对 放上去 那个鸡手师傅 启动 我们首先测试震动两分钟 在机器动力装置扭动的震产下 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有结果了 来拿出来看看 呀 这样了 看看 我们可以蒸鸡蛋羹了 那个怎么样 看看 两分钟的结果是 瓶子还这样 但是 杯子已经这样了 碎了 我们现在再换两种 那个什么东西 您看 葡萄和西红柿吧 行 来试试 鸡蛋和玻璃非常易碎 不能体现出机器的扭动力强度大小 我们继续测试 稍坚硬些的水果 这一次会怎么样呢 这回我们就要几分钟啊 也是两分钟吧 好 开始 我们看看结果如何 好 打开看看 已经甩成这样了 咱们看看葡萄怎么样了 来 我们再看看葡萄 葡萄怎么样 已经甩成葡萄皮了 葡萄 葡萄变成葡萄皮了 葡萄皮了 我们现在再稍微硬一点东西 您觉得我们现在 光里放什么 放苹果 放面 好 开始 怎么样 看好 经过两分钟的振动 整个苹果已经变成半个苹果和碎渣了 来 哎呀 方便面的效果很好嘛 已经变成方便面渣了 我们再给它加了点硬动 震动两分钟 动力装置的用相同的扭动力 葡萄西红柿同样被震动得很碎 这一次加入更加坚硬的南瓜 用同样的扭动力还会震碎吗 已经出籽了 籽已经不见了 我们现在看看这边的效果如何 变成两半的 震碎了 这个好像已经震的没有籽了 但是它是两半的 好像比较软了 已经 你看这 人工 我们这些食品 蔬菜 水果都已经测试完了 我们现在用最硬的砖头 那试试吧 好 来 哎呀 还挺沉 开始 开始 盖都震掉了 你看盖都震掉了 那我们先看看震掉那盖的那个吧 我看看这个 力道很大啊 那么大块的砖都震成这样了 钻机的动力装置 用相同的扭动力 震动了两分钟 如此坚硬的砖头都被震碎 看来 升级后第二代钻机的扭动力 也就是钻研石的能力 还真是强大呀 为了真正测试第二代雪麻机的各项性能 记者与研发团队的人国夜工程师 来到了山城重庆 这里的几个工地正在适用 这台钻机 重庆 位于四川盆地东部 地质情况 错综复杂 尤其以岩石地貌为主 这位我们测试第二代悬挖算机 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记者和人国业工程师来到了 位于重庆市区的一个地铁施工工地 工地装机工作的负责人周先生 正在试用第二代悬挖算机 记者希望在这里看到 这个诸打入盐的机型挖出大块的岩石 然而 接下来看的情景 让我们的记者与人国业工程师的心理 压上了一块不小的石头 你好 您不信啊 行周 使用的学生在多长时间了 还是刚使用 现在使用 使用 对 因为它也出现很多小问题 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对 什么样的小问题啊 你们可以自己试看看 虽然我们在这个厂子里 做实验的时候 很多实验都知道 哎 你看它停了 你看它停了 咱们问问吧 你刚才下来去看 看什么呢 就是 打 提断的时候 突然动的头没力了 有可能是压性会出问题了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再考虑考虑 这个设备 整理的问题 因为如果不及时 给我们处理的话 我们就这么多东西 我们怎么买设备 我觉得这问题比较严重 小老板 我们会及时给你 把问题解决的 放心吧 人工业工程师 回到了研发基地 黄总工组织研发团队 研究解决方案 方案出来了 人工又回到了重庆 连夜进行 现场改进 我们把那个压管路 就放了一下 又加了几个控制阀 这种连夜 连夜就是什么 连夜就改 客户着急 客户不能耽误 客户施工 经过技术人员 新夜的改进和维修 终于第二代悬麻蒜机 可以继续工作了 又来看您来了 看您这个 这个 最近这个悬麻蒜 等一下打就知道了 改进后的悬麻蒜 很快就打出了碎石 这个现在已经出来了 你看这原石 但是现在还没有底 能不能取重爱心 现在还心里没有底的 记者和人工业工程师 来到了另外一个工地 周先生带领的一个人工打装队 正在此施工 地铁的那个施工工地 也许没有岩石层 而在这个岩石密布的地方 测试悬挖钻机 显得更有针对性了 第二代钻机 缓缓开进工地 这次试用 周先生不仅仅希望看到 钻机取出岩芯 他更关注的是 机器挖岩的能力 到底怎么样 是否能够超越 与取代人工呢 我们这钻机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那周先生我们让他开始吧 可以 来人工开始吧 开始 钻机开足马力 很快就打出了一刀 钻机接二连三的 打出土层 效率很高 只是没有挖出岩芯 十分钟了 钻杆在洞里头的驱动下 高速旋转 这一钻斗提起 会有奇迹出现吗 人工十分钟了 我们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吧 好吧 好 你也来看看 这什么情况啊 人工 这怎么回事 不知道吧 怎么回事 销子掉了 就是销子没有放结实是吗 对 没挡住 掉出来了 钻斗在里面呢 小问题 你刚才说 说是小问题 这我站在周先生这边 我认为这个小问题 也得好好解决 这么老师 您有什么感想 这是钻斗的 什么这个质量的问题呢 赶快解决去吧 钻机的技术人员 借助钻机携带的钢丝绳 缓缓地下入紧下 静好挖的深度不深 技术人员将钢丝绳拴好 针对钻头滑落的 一次性机救援完成 这个问题好像解决的挺快的 是 人工 这是怎么弄上来的 赴卷阳雕上来的 赴卷阳雕上来的 赴卷阳实际什么功能 这辅助功能 雕个小东西在工地上 如果没有雕车情况下 就能卡 装好钻头螺栓 钻机继续工作 随着深度的增加 搭出越来越多的碎石 钻头距离大块岩石不远了 没过多久 钻机终于取出 质地坚硬的岩心 这就挖到石头了 爆样了 爆样就是没有 周先生您有什么感想 但是我想再看看 选挖钻 能不能打更深的装 或更大的装 第二代选挖钻机 应对更大孔径 更深的岩石地的情况 已经不能满足需求 黄志文带领他的研发团队 针对需求 开始研发制造 新型悬挖钻机 他大胆启用年轻工程设计师 改进升级的重任 这次落在了张浩身上 他虚心向研发团队中的老师傅学习 这次他提出的悬挖钻 应该在拆卸和组装方面的改进升级 可以提高算机的工作效率 便于运输 研发团队采纳了他的设想 新型钻机很快投入生产 没过多久 第三代悬挖钻机 研发成功 我们的记者再次来到了研发基地 看看新一代钻机究竟做出哪些改进 你好 咱们升级做的这个钻机 有什么特点 它的特点呢 就是组与远洋的提升效率 提高了以后 对施工的效率提高比较大一些 从这个结构上来看 就是284油缸加压的 然后360现在改成我们的钢丝绳加压 为了直观了解油缸加压与钢丝绳加压的区理 记者提出 改进后的第三代悬挖算机 与没有改进前的机型 进行一次对比测试 我们邀请研发团队的骨干 任国印和黎元湖两位工程师 参加测试 两台机器已经在这开始测试了 我们到底看看它有多大的区别 对 是吧 你看这边是那种白色的碗 到那动力头开到头了 对 慢点啊 这个好像还差了很多是吧 到了 应该到了 首先做的是动力头提升测试 化作的第三代悬挖算机 动力头提升已到位 它明显比没有改进前的机型 动力头位置高出许多 那么两种钻杆的冲击力究竟有多大区别呢 记得决定再做一项对比测试 我们搬来几块水泥砖作为测试物 看看钻杆下落冲击力 对它们的影响究竟如何 我们测试一下钻杆的力度行吗 可以 那咱们开始测试 从几块砖 两块砖开始 行 好 那我们先搬过去 将钻杆距离水泥砖高度 调到相同位置 接手操作机器 测试开始 水泥砖增加到了四块 将钻杆距离水泥砖高度 调到相同位置 测试继续进行 我们将水泥砖增加到了六块 将钻杆距离水泥砖高度 调到相同位置 测试继续进行 看看我们360 我们继续测试 将改进后第三代机器下面的水泥砖增加到八块 而没有改进的机型 由于没有击碎六块砖 退出了测试 现在呢360这块我们落了八块砖 咱们让它再砸一个 好啊 距离砖头啊 实际上是三十公分 现在只看看改进后的机型能打碎多少块水泥砖了 水泥砖增加到了十块砖 改进后的第三代机器 钻杆还能砸碎它们吗 一块距离三十公分 我们看看它们的效果如何 效果还是不错的吧 还有四块 没裂 两枚机手操作的时候 是否使用了相同的加压力度呢 通过最终的测试 水泥砖增加到十块后 改进后的第三代机器 钻杆的冲击力明显大于没改进的钻机 也就是钻研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 实验场只是对第三代机器进行的简单测试 真正的改进效果 还要在施工中进行验证 记者与人国业工程师再次来到重庆 一台改进后的钻机正在一个工地试用 记者最关心的是改进后的钻机钻研能力的提升 特别是它能否取出质地坚硬的研芯呢 第三代机器在工人的指挥下 钻杆徐徐落下 钻头深度加大 开始旋转 很快打出了一斗 打开释放 是一斗砂石混合物 没有出现我们期望看到的岩芯 钻机继续作业 记者与人工观察挖出的土质进行分析 接下来究竟能否打出岩芯呢 随着钻孔深度的增加 从井口发出奇怪的声响 机身出现小幅震动 井口中传出咬合坚硬物体的声音 难道是机器打到岩石了吗 记者赞也按捺不住了 他跳上钻机 问个究竟 能打出那种整块大石头吗 以前能打出来 取心反正现在不是用捅钻吗 能捅得出来 今天能打出来吗 哥 这一转提起来 有可能取上了吧 上来了 我看一下吧 这什么情况 出头泥 什么情况 出头泥 石头全在底下 打碎了 打碎 这个时候记者发现 钻机震动的更加剧烈了 车的整体出现全部震颤 动力头油管等部件 随着车身一起剧烈颤动 厚重的钻机的履带 也随着震颤 车体出现一定的倾斜 钻机上的每个部件 有被震掉的感觉 钻头究竟遇到了什么 究竟有什么奇迹会发生呢 算敢提起 但人工与记者 似乎怀疑这一次 没有打出眼睛 哎 人出来了 哎 大石头出来了 你看 大石头出来了 啊 你看看 这个石头 有 有 直径有多大呀 一米 一米的直径 一米的 打了有多高 大概就是四五十公分吧 打装的速度上 比280可能 280肯定有优势 是 这个机器有优势 嗯 这优势在哪呢 它就是你这个力量弹 这个它肯定打硬层 是稍微要快一点 谢谢您 记者亲眼见证了 升级后的钻机 打出了直径 比上一代钻机 更大更坚硬的岩石 在南车的研发基地 记者看到了 被称为钻研高手的 这一代主打钻研的机型 在不同的施工工地 取出的岩金 我们更关心的是 一台悬挖钻机的工作效率 究竟是人工打装的多少倍呢 也就是说 一台钻机能够定替多少个人工呢 我们决定做一次实地调查测试 记者与研发团队成员 来到重庆的一个建筑工地 这个工地的人工打装和机器打装 全部由这位黄先生承担 一侧进行着人工打装 另一侧是一台升级后的钻机 这为我们进行人工和机器 打装效率的调查 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黄先生带着人工挖孔 从事基础装机工作多年 尽管购买使用了 蓝车的上一代钻机 体会到了机器带来的效率 但他还是不满意 希望钻机升级 提高他的装机工作效率 我们邀请他参加 人工与新型钻机调查测试 借此检验一下钻机的工作效率 他欣然同意 人工挖岩的方法 是工人操作被他们称为水钻的小型电动取芯机 在竖井中垂直岩壁转动机器 当套管中一个完整的柱状岩芯被钻开后 从套管中取出岩石柱 工人沿着竖井圆形底部 继续钻取另外一个柱状岩芯 井口上通常安排一位助手 操作电动滑轮 将一个个岩石柱调出竖井 直到竖井底部边缘一周的柱状岩芯全部取出后 形成一个完整的圆形石盘 再将其调出竖井 如果石盘过大 不便调出 工人再将整个石盘分割成几部分 分别调出竖井 记者首先随机调查 你打这个弄了多长时间啊 要三个小时 要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就您打这一个柱 就一个小时能打这多少 一个小时能打六个七个 一个小时您能打多深啊 一个小时打了八公分 人工挖岩效率真的这么低吗 记者决定用三个小时的时间 真正测试记录一下 我们决定在不影响工人实际工作的情况下 在相同的三个小时的时间里 人工打桩与钻机 究竟挖下多深的桩孔 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特别选择了 人工打桩中 井下岩层置地与钻机相似的竖井 进行对比测量 记者首先测量了这口井的基础深度 测试开始了 黄老板站在钻机下 仔细观察改进后的机器的试用情况 岩石被打碎捞出 钻孔深度慢慢加大 黄老板是敢人工打桩起家的 他承包了这个工地上所有装机项目 他一面关注人工打桩的进度 同时对正在试用的升级版全挖钻机 是怀疑观望态度 尽管他相信机器的效率远远超过人工 但是人工打桩的成本低 是他多年没有放弃人工打桩的原因 半个小时了打了多少 大概七米多 七米多 七米多八米那样 你这个速度快吗 还可以 半个小时后机器已经打近七米多深了 人工打桩情况如何呢 四米五七五八的样子 四米五八 还没打多少吗 零点二吧 零点二十二 师傅 这个一个小时能打多少啊 五个分钟 公关差不多吧 差不多 一个小时 人工打桩深度只有五厘米 而机器打下十二点八米 两个小时过后 人工打桩情况如何呢 两个小时了 那我们量一下好不好 好 好好好 我再量一下 这四米六八 那就是两个小时打了十公分 两个小时过后 人工打桩才挖下十厘米 机器这里应该打近二十多米吧 但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好像慢了 好像慢了 怎么回事 没打了东西来 怎么回事 这是钻机里发出警报声 出什么故障了吗 街头那个油管那块有点漏油 怎么显示了 你怎么知道的 现在上面显示报警 然后你能看见 报警了 对 人工这怎么回事 他哥好像那报警了 怎么回事 街头是搜了可能是 找人修修吧 过去看看进去 好 黄老板看到这些 对试用中的 这台新型悬挖钻机的疑虑 更重了 机器队马上请来售后维修人员 进行检修 从液压油管中 液压油漏出 维修人员能在短时间内 解决问题吗 钻机的部长还没有解决 测试组只好回到人工的一边 看看那里的进展情况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机器的故障已经解决 我们的测试继续进行 经过三个小时后 人工打桩 到底打下多深了呢 三个小时一共打了15亿米 我们过去看看情况如何 打了多深了 这个28米已经成功了 马上被打提下一个星空 三个小时 人工挖孔深度仅仅15厘米 而钻机在出现故障 停机15分钟后 还能挖孔深度28米 悬挖钻机工作效率 是人工的200多倍 也就是说 一台悬挖钻机 可以代替200个人工 听到测试结果 黄老板对这台新型悬挖钻机的疑虑 荡然无存了 放心了 放心了 对对对 但是他又给研发团队出了一个难题 但是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设计更大的装机出来 高效 安全 快 人工你看 先生黄先生已经提出这种问题了 你看 咱们这个 是不是要继续研发 是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我们一定要继续研发 从事装机作业多年的 哈尔滨的韩非先生 承担盘景辽东湾新区内湖东桥项目 就要选择能打120米装身 4米装镜的超大型悬挖钻机 韩非先生 来到了黄志文所在的研发基地 寄希望于黄志文带领男车 北京时代研发团队 研发于改进了 下了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4米的直径 4米 有3米5有4米的 有没有更大脚的机器 就要我问一下 您这个工程 大概装身要打多深 120米 新的挑战再次摆在了 黄志文带领的 南车北京时代研发团队面前 黄总工将这次的改进 创新任务的核心 委派给两手军工程师 增大钻孔直径和深度 就要选择粗大的钻杆 几十吨重的钻杆 矗立在钻机上 如何支撑达到平衡呢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 他反复观察发现 鹅的塑囊在觅食后增大 超过鹅颈部数倍 而鹅行动自如 由此受到启发 设计出鹅头状的 支撑平衡装置 掉毛架 在研发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新一代超大型钻机 成功下线了 我们的记者再次来到了 研发基地 黄总工 这是咱们升级后的悬崖钻 看着很高大 很威猛 对 这是我们升级的一个 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小小战机 它那个能打多深 直径多大 现在能打到130米 直径能打到4米 最大的直径 黄总工 这个钻码是哪个机型的钻码 这个是550 550 对 这有多重 25吨 25吨 对 这么重的重 我们的机器 钓起来看 没有 大概能钓多少吨 我们不算在哪儿的话 我们光用钢银钓的话 能钓51吨 那咱们应该秤一下 我好像不信 在记者的要求下 决定对新型钻机 做一次竹卷扬拉力测试 巨型钻机 许许开出装备车间 驶向测试场 高耸入云的维杆 质地有生的驴带 这个庞然大物 吸引了在场的许多职工 驻足观看 见过这么大的设备吗 没有 是第一回见 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 挺激动的 刚才看它开过来的时候 地动山摇的 庞然大物 您在这个厂多少年了 我在这个工厂39年了 39年了 39年了 像这么大的转机 您看见了 有什么感受 非常骄傲 也非常自豪 30多米高 重达200多吨 这台世界最大吨位 悬挖钻机 驶入测试场 厂内准备好了 50吨重的砝码 工人们将钻机 竹卷扬上面的钢丝绳放下 靠上拉环 扣好螺栓 钢丝绳被缓缓拉紧扣住 一切准备就绪 职工们也要亲眼目睹 自己制造出的钻机 超强的提升能力 黄志文总工程师 仔细检查砝码 与钢丝绳捆绑的牢固程度 消除安全隐患 又来到驾驶室前 嘱咐机手注意事项 强调操作要力 把那摞下慢点好吧 它们是50吨 吊这股 50吨能吊起来吗 没问题 这么细的钢的时候 我没见证过 只能吊起这么重的东西 50吨 是不是 你有点担心 真有点担心 您觉得它能吊起来吗 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通过计算 各方面按照细设是足够的 是吧 有没有什么担心 没有 肯定没有问题 那我们先钓这三块 20吨 完了再整体再钓一下 我们看看结果如何 用事实说话 马上要吊起50吨重的砝码了 黄志文总工程师 再次走到重物前 仔细检查砝码 与钢丝绳捆绑的牢固程度 身旁出现闪失 提醒机手 严格遵守 操作要力 好 您觉得现在我能吊起来 咱俩都相信 但是这一代机器的旋挖能力 还要经过实际应用 得到检验 终于 在盘景辽东湾新区 内湖东桥项目中 第五代悬挖算机 打出了118米 直径3.5米的装口 我们的记者 与黄志文总工程师 一起见证了 这台庞然大物的 超强功能 这回不是破算机了 这回绝对是好 好做算机 非常感谢 一定要通过验证 对吧 我们还有验证 对对对 通过验证 那么这台悬挖算机 能否接受 行业权威人士的验证呢 在盘景辽河湾 内河大桥工程现场 我们邀请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专攻机械分会 国土资源部 地况研究所 等近百名行业专家 对这台超级悬挖算 进行了综合验收与评审 从钻进速度 乘装质量的话 目前来讲的话 都是非常不错 黄志文带领男车 北京时代研发团队 从研发第一代 二零型钻机 打出最大钻孔直径 两米 最大钻孔深度 又是五米 到第五代 世界最大吨位的 T2550C型 超大型钻 挖出最大钻孔直径 四米 最大钻孔深度 一百三十米 他们研发的 系列悬挖钻机 替代了传统的人工打桩 无论是挖土层 还是岩石 以及各种复杂岩层 都能高效安全的 完成装机作业 北京南车时代 开发的系列悬挖钻 具有高效 节能 环保 智能化的特点 悬挖钻机 在我国的推广应用 将逐步淘汰 目前广慢使用的 影响污染原重 效率低的 正版循环钻 冲击钻 和人工化工装 希望能够开发出 成本更低的循环钻 使我们国家的 广大中小型 生工企业 也买得起循环钻 用得起循环钻 好的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 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 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再次感谢 我们的科学顾问 彭梦华老师 光临演播室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 我爱发明 欢迎您继续锁定 科教频道 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 下期同样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人工切磨 费时费力 棒棒摩生产装置来挑战 不料平静的生活突起波来 客户退货 妻子反对 他的发明之路 能因此继续 我爱发明下期播出 美味棒棒摩